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最热门的话题 微信的失误在于太过于沉迷于对于微信生态圈自身的自信和保护 才给抖音流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当腾讯疲于在国内与头条戏展开全面战争之时 抖音正在快速蚕食海外市场 而这似乎动了Amazon、Facebook、Google的蛋糕 回顾Twitter等巨头兵败微视频的历史 抖音和短视频购物是否会在跨境电商行业引起视频购物的风潮 今天带大家将一起来了解 01 抖音在海外工程拔战与大流量口合作如火如荼 02 无知者无畏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 短视频模式绝非抖音首创 而是Twitter在2016年就已经尝试过手机微视频应用vine 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同时 Snapchat也做过类似尝试 但是最终也冰败城下 然而 抖音与它们不同的是 抖音的定位与开发完全 基于国内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成熟数年微信 淘宝 YY等商业生态圈 消费者喜欢什么 习惯做什么 平台就应该推送什么 推送什么 就应该变现什么 所以 抖音并不是仅仅只做视频 而是遵循了互联网的发展和商业规则 真正的客户年度来自支付关系 所以 大家会看到 无论是TikTok还是抖音 都会有很多视频 会非常直白地说一些看似脑残 但是却深深植入卖家心脏的东西 之后再通过抖音或TikTok的商铺功能进行变现 我们也许要把它叫做天时 地利 人和803 中国电商的楷模正在被失群盯住 TikTok现在似乎正在海外发力 而Amazon Facebook Google却在一直冷静观察 无论从客户群 品牌知名度 公司财务实力 海外合规合法律 了解程度 这些巨头都比抖音了解太多 而抖音在中国的爆发力 已经让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波商时代的到来 作为全球视频之王的YouTube 被Google收购之后 发展一直非常强劲 而YouTube也早在四年前 就开通了YouTube购物卡功能 但是之所以近些年发展一直缓慢的原因 也是在于典型的西方公司的思维 为了赢得客户体验 而把绝大多数商家去支门外 同时购物按钮基本只会出现在视频播放最后 体现形式过于婉转 两周前 Google 宣布 YouTube 购物功能将进一步开放 Facebook 旗下 Instagram 以往对于在平台中商业元素或广告一直非常谨慎 这又是很典型的西方公司的思维 然而在本周 Instagram 宣布 可以开始在 Instagram 平台内完成购物和付款 虽然这是谨慎的一小步 但是也被视为 Instagram 成为商业平台的一大步 而贝索斯领导下的 Amazon 一直就是西方价值观的颠覆者 每一步 Amazon 的改变 只会为了引力 Amazon Video Shorts 短视频在三年前的视频中就和大家分享过 同时大家也已经早已看到视频评价对销量提升的重要意义 而从去年开始开放给品牌备案2.0卖家的主图视频功能 也让大家的转化率提升至少10%至20% 但是从本周开始 亚马逊正在准备一个秘密测试计划 那就是在 Amazon 手机 APP 中视频广告 这项尝试和我们上周分享的 DSP 广告相关 而从抖音和过往视频推广的经验而言 亚马逊这一计划很可能成功 而在此之后很有可能 又成为中国卖家追逐的下一个风口 作为中国在海外一支独秀的互联网企业 今日头条和抖音可能真正让美国巨头感到了压力 而当巨头们开始都开始关注视频变现模式的时候 也许波商模式离跨境电商已经不远 跨境电商如何做好短视频营销 跨境电商用短视频来做营销 针对的是海外客户 如何才能让短视频被客户所喜爱呢 一 内容 表现方式要与产品品牌相契合 短视频的内容策划与表现形式要契合产品特性 并符合产品品牌内涵 短视频本身就是用来宣传产品 传播品牌知名度 如果视频内容或表现形式 让客户不能很好的了解产品 了解品牌的内涵 那不是与营销目的背道而驰 二 短视频最佳时长为60F 跨境电商在制作短视频时 视频时长要控制好 短视频比较适合用在社交媒体上营销 60F左右的视频不会浪费观看者过多的时间 也不会因为视频容量过大而难以加在 60F左右时间能够获取客户最有效的注意力 也给客户最佳的观看体验 提升营销效果 三 一定要出现人 但不能随便用人 在短视频中展示产品的操作流程 性能测试等等 应该尽可能使用到人 因为观看者本身就是人 视频中出现人与产品的互动 拉近了人与产品的距离 更具有说服力 此外 人也不是随便用的 视频中的人物最好是选择目标市场本土人 给观看者亲切感和真实感 四 配音本土化 短视频中的配音 如果可以最好使用视频中人物本土的配音 当然也可以另外配音 但配音都要是目标市场官方语言 很多国家其实也像中国一样 在语言上会有方言的存在 就像我们中国 南方人与北方人所讲的普通话 在口音上有一定的差别 中国以北方为基准 因此 要了解目标市场所使用的官方语言 避免闹笑话 五 短视频营销注重连续性 短视频营销其实像SEO一样 讲究连续性与长久性 营销本来就是持久战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短视频营销 贵在坚持才能逐渐被消费者关注并传播 六 做好客户互动与评论回复 短视频营销并不是散发出去 让客户看到产品就好了 时刻关注客户对视频的评论 并回复客户评论与客户产生互动 增强客户的年度与活跃度 此外 定期做数据分析 包括短视频点播的高峰期 哪些类型的视频更受欢迎 客户对短视频都如何评价等等 根据分析结果去优化短视频 提高短视频的营销效果 在短视频备受亲爱的时代 利用短视频营销 是商家可以利用的一个非常有效营销方式 上面给大家分享的短视频使用方法和技巧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错的营销效果